1232 汉裔通关士不决以终之 自马裔军后五岁之秋 汉史四江各万奇及胡关士下 将军 魏清出上谷至龙城 得胡首鲁七百人 公孙鹤出云中 无所 得 公孙鹤出带郡 魏狐所败七千 李广出燕门 魏狐所败 匈奴生德广 广道王规 汉球鹤广 鹤广熟为数人 其东 匈奴数千人到边 于阳游慎 汉史将军 韩安国屯于阳背湖 其 明年秋 匈奴二万奇入汉 杀辽西太守 略二千余人 又败于 阳太守军千余人 为将军安国 安国时千余其一且尽 会厌旧 知 知 匈奴乃去 又入燕门杀掠千余人 于是汉史将军魏清 将三万奇出燕门 里习出带郡 吉胡 得手鲁数千 其明年 魏清复出云中以西至农西 吉胡之楼凡 白杨王子河南 得胡 首鲁数千 杨百余万 于是汉岁取河南帝 祝朔方 富善顾情 石蒙田所谓塞 因何而未顾 汉意气上古之豆辟 现造杨帝一语 胡 誓岁 元朔二年也 其后冬君臣丹于死 其地左右李王一致邪自立 魏丹于 功拜君臣丹于太子于丹 于丹王将汉 汉丰于丹魏治安侯 术 月死 一致邪丹于记立 旗下凶无数万奇入带郡 杀太守共有 掠千余人 秋又入燕门 杀掠千余人 其明年又入带郡 定乡 上郡各三万奇 杀掠数千人 匈奴又贤王愿汉夺之河 南帝而住朔方 树寇道边 急入河南 侵扰朔方 杀掠立名胜 众 其明年春 汉潜魏清江六将军 十余万人出朔方高缺 又贤 王以为汉兵不能治 饮酒醉 汉兵出赛六七百里 叶为又贤王 又贤王大惊 脱身逃走 惊其往往随后去 汉将军的又贤王人 众男女万五千人 碧小王十余人 其秋 匈奴万奇入带郡 杀 都为朱央 掠千余人 PG 一千两百三十三 其明年春 汉父前大将军魏清江六将军 十余万奇 仍在 初定乡数百里及匈奴 得手鲁前后万九千余吉 而汉一王两将 君 三千余其 六将军见得已身托 而前将军系侯赵姓兵不利 将匈奴 赵姓者顾胡小王将汉 汉封未戏侯 以前将军与 右将军并军 戒独御丹于兵 顾静梅 丹于既得戏侯 以为字 四王用其解七之 与谋汉 姓叫丹于一北掘墓 以右霸汉兵 叫吉尔取之 吴静塞 丹于从之 其明年 胡数万奇入上古 杀数百人 明年春 汉使票其将军去并将万奇出拢西 过燕奇山千余 里 得胡首鲁八千余吉 得修图王继天经人 旗下 票其将军 赴宇和其侯数万奇出拢西 北地二千里过居岩 攻其连山 得胡首鲁三万余吉 碧小王以下十余人 事实 匈奴亦来入代 郡燕门 杀掠数百人 汉使伯望侯及李将军 广出右北平 及 匈奴左贤王 左贤王为李广 广军四千人死者过半 杀戮亦过 当 惠伯望侯军救治 李将军的托 晋王齐军 和其侯后票齐 将军其及伯望侯皆当死 赎未数人 祈秋 丹于怒昆邪王 修徒王 居西方为汉所杀戮数万人 御赵诸之 昆邪 修徒王孔 谋将汉 汉使票其将军迎之 昆 邪王杀修徒王 并将其中将汉 凡四万余人 号十万 于是汉 以得昆邪 则拢西北地 何西亦少狐寇 喜关东平民处所夺 匈无河南地 心情中以时之 而捡北地以西数足半 明年春 凶 无入右北平 定乡各数万骑 杀掠千余人 其明年春 汉某以为戏侯性 未丹于记 居目北 以为汉 兵不能治 乃宿马 发十万骑 私父从马 凡十四万匹 梁重 不语焉 令大将军轻 票其将军去 并中分军 大将军出顶乡 票其将军出带 贤约绝 目及匈奴 单于文之 远其自重 已经 兵带于目北 与汉大将军 接战一日 会目大风起 汉兵纵左 PG 1234 又一围 单于 单于自度战 不能与汉兵 遂毒与壮旗 数百溃汉围 西北顿走 汉兵夜追之不得 行骨斩首鲁 凡万九千级 北至珍 延山照姓城 而还 单于之走 骑兵往往与汉军 相乱而随 单于 单于九步与其 大仲乡的 又古里王以为单于死 乃自立位单于 真单于负的 其重 又古里乃去号 负其故位 票棋之初代 二千余里 与左王接战 汉兵的胡首鲁 凡七万 鱼人 左王将接 走 票棋封于狼居 须山 缠孤眼 林汉海儿 嗨 事后 匈奴远顿 而牧拿魔王亭 汉渡合自 朔方以西制令 居 往往通渠至田关 立足五六万人 烧蚕食 递接匈奴以北 初 汉两将大出 为单于 所杀鲁八九万 而汉是误故者意 万数 汉马死者 食于万匹 匈奴虽病 远去而汉马亦少胡 一副网 单于用赵姓祭 前使好此请和亲 天子下其意 或言 和亲 或言遂臣之 丞相常使任场约 凶无心困 以使为外 臣 朝请于边 汉时常使于单于 单于闻场祭 大怒流之 不浅 先是汉亦有所将 匈奴使者 单于一折流 汉使相当 汉 方复收士马 会票其将军去并死 于是汉九步北极湖 数岁 医治邪丹于 历十三年死 子乌为历位丹于 是岁 远顶三年也 乌为丹于历 而汉五帝使出巡 受郡县 其后汉方 南铸两月 不及匈奴 匈奴亦不入边 乌为历三年 汉已灭两月 遣顾太蒲公孙 赫江万五千骑出 九元二千余里 致福居井 从票侯赵破 奴万余 其出令居数千里 致匈奴河水 皆不见匈奴一人而还 事实 天子群边 轻至朔方 勒兵十八万骑 已见五劫 而 使郭吉封告丹于 既至匈奴 匈奴主客问所使 郭吉悲提好言 约 无见丹于而口言 丹于见吉 吉约 南越王头已悬 PG 1235 于汉北缺下 京丹于吉能潜于汉战 天子自降兵带鞭 吉不能 吉南面而臣子汉 河淡远走 王溺于沐北寒苦 无水草之地位 羽族丹于大怒 力斩主客见者 而刘郭吉不归 迁入之北 海上 而丹于中不肯 未扣于汉边 修养士马 习射猎 数十史 好词甘言求和亲 汉使王污等亏匈奴 匈奴法 汉使不去劫 不以默情其面 不得入穷奴 王污北地人 习胡俗 去其劫 情面入庐 三 于爱之 杨许曰 吾未遣其太子入职于汉 以求和亲 汉使杨姓使于匈奴 事实 汉东拔会和朝鲜 以为郡 而 西至九全郡 以隔绝湖 与枪通之路 右西通越是 大下 以翁主 西乌孙王 以分匈奴 西方之源 右北一广田 至炫雷 未塞 而凶 吾中 不敢以为言 誓碎 系侯信死 汉用事 这以匈奴 以若可 臣从也 杨姓为人刚之屈强 宿非贵臣也 丹于不清 玉赵入 不肯去劫 乃座穹奴 外见杨姓 杨姓说丹于曰 即遇和亲 以丹于太子 位职于汉 丹于曰 非故曰 故曰 汉常浅翁 主 给曾序 食物有品 以和亲 而匈奴亦不复扰边 今乃玉 凡古 令吾太子 位职 无己已 匈奴俗 见汉史 非中贵人 其如生 以为玉说 则其词辩 少年 以为玉赐 则其器 美 汉兵入匈奴 匈奴 则报偿 汉留匈奴史 匈奴亦留 汉史 必得 当乃至 杨姓济归 汉史 王巫等如匈奴 匈奴赴产以肝炎 欲多的 汉财物 代王巫曰 吴欲入汉 见天子 面向结位兄弟 王 巫龟报汉 汉未丹鱼 驻底于长安 匈奴曰 非得汉贵人使 无不语成语 匈奴使其贵人治汉 并服药欲 欲知不幸而 死 汉史录冲国配 二千十应寿使 送其丧后 必值数千金 三 于以为汉杀 无贵使者 乃流路冲国不归 诸所言者 单于特空 代王巫 书无意入汉 前太子来职 于是匈奴 术使其兵侵犯汉 PG 一千两百三十六 编 汉乃拜郭昌 为拔狐将军 乃卓也 侯豚朔方 以东 背狐 乌为丹鱼 历十岁死 子瞻是奴隶 年少 好为丹鱼 是 岁 原封六年也 自事后 丹鱼翼西北 左方兵直云中 右方 兵直九泉 敦煌 丹鱼历 汉石两史 一人钓丹鱼 一人钓右贤王 寓以 寡其国 使者入匈奴 匈奴西将至丹鱼 丹鱼怒而 西留汉史 汉史留匈奴者 前后十余辈 而匈奴使来汉 义者留之相当 誓岁 汉史二师将军西伐大腕 而令鹰巫将军 驻寿祥城 其东 匈奴大于雪 许多鸡寒死 丹鱼年少 好杀伐国中 郭不安 左大都未遇杀丹鱼 使人间告汉约 我遇杀丹鱼将 汉 汉远 汉即来兵敬我 我即发 出汉文此言 故住寿祥 成 有以为远 其明年春 汉史浊野猴破奴江二万 骑出朔方北二千余里 其志郡积山而海 卓野猴既至其 左大都未遇发而绝丹鱼珠 之 发兵及卓野猴 卓野猴行不守卤数千人 还 未至寿祥城 四百里 匈奴八万其为之 卓野猴夜出自求水 匈奴生得卓野 猴 因及及其君 君力为王将而珠 莫相劝而归 君遂梅于胸 母 丹鱼大喜 遂浅兵宫寿祥成 不能下 乃亲入边而去 明 年 丹鱼欲自宫寿祥成 未到病死 丹鱼立三岁而死 此少 匈奴乃立其继父 乌为丹鱼地佣 贤王距离狐 为丹鱼 世岁太初三年也 距离湖丹于利 汉使光禄 勋徐自卫出五元赛数百里 原者 千里 竹城杖列停至卢渠 而使游及将军喊说 长平侯卫抗臀 其旁 使强弩都为陆伯的驻居 言则上 祈秋 匈奴大人云中 定香五元 朔方 杀掠数千人 败数二千使而去 行坏光禄锁住亭障 幼使幼贤王入九泉 张 叶 略数千人 会认闻及旧 竟负失其所得而去 闻二师将军 PG 1237 破大碗 斩其王海 丹鱼欲遮之 不敢 其东病死 距离胡丹鱼立一岁死 其帝左大都为 且滴侯立位丹鱼 汉记诸大碗 威震外国 天子亦遇碎困狐 乃下诏曰 高皇帝一阵平成之忧 高后时丹鱼书绝被逆 习其相公赴九 誓之仇 春秋大之 誓岁 太初四年也 且滴侯丹鱼出力 恐汉习之 竟归汉使之 不降者 陆冲国等 于汉 丹鱼乃自卫 我儿子安敢望汉天子 汉天子 国丈 人行 汉浅中郎将苏武后 毕露一丹鱼 丹鱼一交 李慎巨 非汉所望也 明年 浊野猴破奴的王归汉 其明年 汉使二师将军将三万 骑出九泉 及又嫌亡于天山 鹅首鲁万鱼 及而海 匈吾大为二师 己不得托 汉兵悟故神六 七 汉又使鹰乌将军出西河 与强弩都为惠协山 王所得 使其都为李陵将 步兵五千人出居 沿北千余里 与丹于慧 何战 林所杀伤万鱼人 兵实境 御归 丹于为林 林将匈奴 骑兵 德托贵汉者四百人 丹于乃贵林 以骑女七只 后二岁 汉使二师将军六万骑 步兵七万 出朔方 强弩 都为陆国的将万余人 与二师会 游及将军说步兵三万人 出 五元 鹰乌将军熬将其万 步兵三万人 出燕门 凶无闻 西 远其累众于于吾水北 而丹于以十万代水南 与二师接战 二 师姐而隐归 与丹于连斗时 于日 游及王所得 鹰乌于左贤王 战 不立 隐归 明年 且低侯丹于死 立五年 长子左贤王立位 葫芦孤丹 鱼 是岁太史元年也 出 且低侯两子 长谓左贤王 四谓左大将 并且死 严 立左贤王 左贤王位置 贵人以为有病 更立左大将谓丹于 左贤王闻之 不敢进 左大将使人 召左贤王而让谓烟 左贤王 死已病 左大将不听 谓约 即不幸死 传之于我 左贤 PG 1238 王许之 遂立位葫芦孤丹于 葫芦孤丹于立 以左大将为左贤王 数年病死 其子先贤 反不得待 更以为日竹王 日竹王者 鉴于左贤王 丹于自已 其子为左贤王 甘于继立六年 而匈奴入上谷 五元 杀掠利 明 其年 匈奴赴入五元 九泉 杀两部东卫 于是汉浅二师 将军七万人出五元 御使大夫商丘成将三万余人出西河重合 侯莽通将四万骑出九泉千余里 丹于文汉兵大出西浅其资重 喜赵姓城北底至居水 左贤王屈其人民度于五水六七百里居 都贤山 丹于自将精兵左安侯度姑且水 御使大夫君至追协境 无所见 还 匈奴使大将于李陵江 三万余骑追汉军 治郡击山河转战九日 汉兵现成却敌 杀 商鲁慎重 智蒲鲁水 鲁不利 还去 重合侯君至天山 匈奴使大将眼瞿于左右呼之王将二万余 其要汉兵 见汉兵墙 隐去 重合侯无所得失 事实 汉孔车 士兵这重合侯 乃前凯林侯将兵别为车师 尽得其王民众而害 二师将军将出塞 匈奴使幼大都位于魏律将五千奇要及汉 军于夫阳聚山峡 二师前蜀国胡其二千羽战 路兵坏散死伤 这数百人 汉军乘胜追北至汉夫人城 匈奴奔走 莫感惧敌 惠二师妻子作乌古收 闻之幽据 其愿胡雅夫一帝罪从军说 二师曰 夫人是家皆在利 若还不称义 事于玉慧 置居已 北可复得见乎 二师由是胡怡 欲深入要攻 遂北至至居水 上 卢已去 二师浅护君将二万奇度 置居之水 一日冯左贤 王左大将将二万奇与汉军合战 一日汉军杀左大将 卢死伤 慎重 军长使与绝虽都未挥取侯谋约 将军怀一心 欲为重 求公 孔必败 谋共之二师 二师闻之 斩长使 引兵还志 宿邪屋 燕燃山 丹余之汉军劳眷 自将五万奇者及二师相杀 伤甚重 叶切汉军前 深数尺 从后及及之 军大乱败 二师 TG 一千两百三十九 将 丹余素之其汉大将贵臣 以女妻之尊宠在位律上 其明年丹余前使仪汉书云 南有大汉 北有强胡 胡 这天之骄子也不畏小李以自凡 金玉与汉凯大官 娶汉女 为妻 岁给已我过九万诞 借名五千胡 杂赠万匹 他如故曰 则边不相道矣 汉遣使者报送其使 丹余使左右南汉使者 曰 汉 李异国也 二师道前太子发兵反 何也 使者曰 然 乃成相思与太子争斗 太子发兵欲诸丞相 丞相污之 故诸丞相 此子弄富兵 罪当吃 小过耳 属与莫毒丹余身杀 其父戴笠 长期后母 禽兽行也 丹余留使者 三岁奶的孩 二师在匈奴 岁余为律害其宠 惠母烟士病 律斥胡乌炎 先丹余怒 曰 胡顾时辞兵 常言得二师已设 今何故不用 于是收二师 二师骂曰 我死必灭凶奴 岁徒二师已辞 惠连于雪树月 畜产死 人民义病 骨架不熟 丹余孔 为二 实力辞世 自二师末后 汉兴师大将 军士足数万人 不复出兵 三岁 五帝崩 前辞者 汉兵深入穷追 二十余年 匈奴运众堕毒霸 疾苦之 自丹余以下场 有御和亲计 后三年 丹余欲求和亲 会病死 初 丹余有异母帝位左 大东魏 嫌 国人相知 母烟士恐丹余 不立子而立 左大东魏也 乃思使杀之 左大东魏 同母兄怨 遂不肯赴惠丹余亭 幼丹余 并且死 未诸贵人 我子少不能治国 立帝又古里王 吉丹余死 未律等与专取燕士谋 密丹余死 乍搅丹余令 与 贵人隐蒙 更立子左古里王 为胡掩滴丹余 是遂 始源二年也 胡掩滴丹余 纪立 封卫汉使者 言语和亲 左贤王 右股 李王以不得力愿望 律其重欲 难归汉 恐不能自治 及邪卢徒 王 欲与西匠乌孙 谋及匈奴 卢徒王告之 丹余使人厌问 右股李王不服 凡以其罪罪罪 罗徒王 国人皆冤之 于是二王去 PG 1240 居其所 未尝肯会龙城 后二年秋 匈奴入带 杀东卫 丹余年少初历 母烟士部 正 国内乖离 长孔汉兵席之 于是魏律 为丹余谋 穿锦柱 承 智楼以藏骨 与秦人守之 汉兵志 无奈我何 集穿锦 数百 罚财数千 或约胡人 不能守城 事宜汉良也 未律于是 指 乃更谋归 汉使部将者 苏武 马虹等 马虹者 前赴光怒大 夫王中使 西国 为匈奴所遮 终战死 马虹生的 义不肯将 故匈奴归此二人 欲以通善意 事实 丹余立三岁已 明年 匈奴发左右 布二万旗 为四队 并入边卫寇 汉兵 追之 斩首霍鲁九千人 生得欧托王 汉无所失王 匈奴建欧 托王在汉 孔以为道吉之 及西北远去 不敢南竹水草 发人 云屯 欧托 明年 赴前九千旗屯 寿祥城 已被汉 北桥于吴 令 可渡 已被奔走 事实 魏律已死 魏律在时 常言和亲之力 匈奴不信 即死后 兵束困 国一平 丹于帝左 古里王 思魏律 言 欲和亲 而恐汉不听 故不肯先言 常使左右封汉使者 然 其清道一夕 遇汉使遇后 遇以剑至和亲 汉意积迷之 其后 左古里王死 明年 丹于使离乌王 溃边 严九权 张叶兵异弱 出兵是集 既可赴的旗帝 石汉先的将者 闻其迹 天子照边 井辈 后无几 又贤王 离乌王四千旗分三队 入日了乌兰 帆河 张叶太守 蜀国都未发兵级 大破之 得托者数百人 蜀国千长一渠王 其是射杀离乌王 赐黄金二百斤 马二百匹 英封为离乌王 蜀国都未国中封成安侯 自逝后 匈奴不敢入 张叶 其明年 匈奴三千余 其入五元 略杀数千人 后数万其难 杭赛列 行攻赛外停障 略取利明去 事实 汉边郡风火厚望 精明 匈奴为边扣者少力 吸附权以赛 汉父的匈奴将者 言 乌环常发先丹鱼种 匈奴愿之 方发二万其 及乌环 大将军货 PG 1241 光宇发兵 邀及之 已问护军都未 召冲国 冲国以为 乌环间 术全以赛 经匈奴集之 于汉变 六匈奴吸扣道 北边姓无事 满以自相攻击 而发兵要之 招扣声势 非济也 光更问中 狼将犯明有 明有言可及 于是拜明有 为渡辽将军 将二万其 出辽东 匈奴闻汉兵至 隐去 出 光界朋友 兵不空出 即后匈奴 遂及乌环 乌环时 心中匈奴兵 明有 即后匈奴 应成乌环 必 即之 斩首六千余 及 敬帝 乌孙公主上书 下宫亲亦旧 未决 昭帝崩 宣帝即位 乌孙昆明父上书言 连为匈奴所倾销 昆明愿发国办 精兵人马五万匹 敬力及匈奴 为天子出兵 哀 旧公主 本十二年 汉大发关东清瑞士 选郡国力三百十抗 见习骑设者皆从军 潜域史大夫田广明 为其连将军四万余 其出西河 渡辽将军范明有 三万余其出张业 前将军韩增 三万余其出云中 吼将军赵冲国 为蒲类将军 三万余其出 九泉 云中太守田顺 为虎牙将军 三万余其出五元 反五江 军兵十余万其 出塞各二千余里 吉孝卫常会使护法兵乌孙 西域昆迷自江系侯以下五万余其 从西方入 与五将军兵反二 十余万众 凶吾文汉兵大出 老弱奔走 去处产远顿逃 是以 五将少所得 渡辽将军出塞千二百余里 至蒲离后水 斩首古鲁七百余 即 鲁祸马 牛 羊万余 前将军出塞千二百余里 至乌园 斩首古鲁 至后三百余 即 鲁马 牛 羊二千余 蒲类将军兵 当与乌孙合集 兄吴蒲类则 乌孙先其 至而去 汉兵不与相及 蒲类将军出塞千八百余里 西去后山 斩首古鲁 得担于使者 虎英王以下三百余集 鲁马 牛 羊七千余 文鲁伊尹去 接 PG 一千两百四十二 不至其孩 天子蒲其过 宽而不醉 其连将军出塞千六百里 至基至山 斩首古鲁十九集 或牛 马 羊百余 逢汉使凶奴 海之染红等 炎基至山西有鲁重 其连即戒红 使炎无鲁玉 鲁兵 玉使鼠公孙一授剑 以为不可 其连不听 遂引兵骸 虎牙将军出塞八百余里 至丹于无水上 即止兵不尽 斩首补 鲁千九百余集 鲁马 牛 羊七万余 引兵骸 尚以虎牙将军 无至其 炸增鲁获 而其连之鲁在前 逗留不尽 皆下力自杀 酌公孙一授 魏氏御使 校尉常会与乌孙兵 致幼谷礼亭 或丹瑜 负行吉嫂 居次 明王 离乌都为 千长 将以下三万九千余 吉 鲁马 牛 羊 鲤鲤鲤鲤鲤鲤鲤七十余万 汉风会未尝罗侯 人凶奴民众死伤而去者 及处产远以死亡不可胜数 于是凶奴 岁衰号 愿乌孙 其东 丹鱼自江万其及乌孙 颇得老弱 玉孩 惠天大雨 雪 一日身障于 人民处产冻死 海者不能神医 于是丁令城 若攻其北 乌环入其东 乌孙及其西 凡三国所杀数万吉 马 数万匹 牛 羊慎重 幼重已饿死 人民死者神三 畜产神武 匈奴大虚弱 诸国基属者皆瓦解 公道不能理 其后汉出三千 与其 卫三道 并入匈奴 古鲁得数千人海 匈奴中不敢取当 自欲相和亲 而边境少是矣 虎眼低丹鱼历 十七年死 帝左贤王历 为须驴全取丹鱼 试岁 帝结二年也 须驴全取丹鱼历 以幼大将女为大烟士 而处前丹鱼所幸 专取燕士 专取燕士 父左大且取愿望 事实 匈奴不能为鞭寇 于是汉霸外城 以修百姓 单于闻之喜 照贵人谋 欲语汉和 卿 左大且取辛亥其事 约前汉史来 兵随其后 惊一笑 汉发兵 先使使者入 乃自秦与呼噜兹王 各将万旗南旁赛列 相逢俱入 行卫道 惠三旗王将汉 严匈奴欲未寇 于是天子 PG 1243 照发边旗屯要害处 使大将军军兼致重等 四人将五千旗分三 出塞各数百里 古德鲁各数十人而孩 十匈奴王旗三旗 不敢入 及隐去 是岁野 匈奴鸡 人民畜产死十六七 诱发 两屯各万旗已被汉 祈求 匈奴前所得 西入居左地者 其军长 以下数千人皆 驱处产行 与欧拖战 所占杀伤甚重 遂难降汉 其明年 西域成国 共及匈奴 取车失国 得其王 及人重儿 去 丹渝复以车失王昆帝 都莫为车失王 收其余明东喜 不敢 居顾地 而汉亦遣屯士 分田车失地 以时之 其明年 匈奴愿诛 国共及车失 前左右大将各万 于其屯田又地 欲以清破乌孙兮 欲 后二岸 后二岁 匈奴前左右 奥间各六千旗 于左大将 在即汉之田 可失成者 不能下 其明年 丁令 第三岁入道匈奴 杀掠人民 数千 驱马续去 匈奴潜万于 其网集之 无所得 其明年 丹 于将十万于 其旁赛列 预入边寇 卫制 惠其名提出 渠唐王将 汉严状 汉以为 严兵路西卢侯 而前后将军 赵冲国将兵 四万余 其屯元 边九郡被掳 岳于 丹于 并殴血 因不赶入 还去 即 罢兵 来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